作词 李宗盛 我记得有一次曾经邀请一位的弟兄 帮我手做一个短片旁述 其实出来的结果我都觉得挺深刻的 除了他说的声音我觉得动听之外 其实他演绎得很有感情和很精彩 究竟这位弟兄是谁呢 就是我今天要访问的一位家序负责人 李偉雄弟兄 大K 其实想问一下大K 其实都知道你在教会有帮忙去旁述 除此之外其实你也是参与教会的和唱侍奉 其实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是怎样去引领你进入侍奉纲位呢 进驻之前其实我本身也很喜欢唱歌 本身直至进驻之后 直至真理我更加明白 原来音乐应该用在敬拜赞美的上高 甚至一次很超自然的经历 使我很快脱离以前唱属世歌的经历 我记得一次在粉岭维回序的时候 在敬拜赞美期间当中神 突然有升起一个很强烈的概念 就是说到一个船员不能够出两样的水 一个很有趣的 他们回去整天都挥之不去 一个船员为什么不能够出两样的水呢 那是否一方面我不能够反对世界唱属世歌 一方面回家会去唱这个诗歌呢 结果我就因为那个很深化概念 我原来决定放弃我不再听属世歌 甚至我不再唱属世歌 而直接去投身 只是单单去敬拜赞美神 我主动不找智明那个音乐师傅 教我去弹吉他 教我去唱歌 甚至后期教我弹琴 而预备我自己一步一步去长大 那么继续让我一步步更加能够买进 他所谓我预备的崗位当中 当时在我未传知之先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成衣物料采购主任 而实际上当时80年代90年间 成衣的业是非常之发达 而实际上工作非常之忙 在我87年信主之后 我发觉我时间在上班 以及在淑灵预备的装备时间当中 发觉一个很强烈的冲突 因为实际上我的上班时间 曾几何时可以忙到 是早上9点至晚上10点 所以差不多一起床就上班 一下班就睡觉 所以对于淑灵也有很大的影响 于是我在那段时间当中 经过一段长时间吐告 就凭信心当时刺起了份工 就开始到份领围当中去做补习 这个实际上给了我一个很长的时间 我去预备自己 因为实际上做补习 如果我没有记错 当时是一日是补四个小时左右 我有一半日的时间 可以预备我自己 无论是借着吐告 借着我去录带 因为实际上我最享受当时 就是人家一个人 坐过录带的基础 开着冷气去录带的 当然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挑战 就是家人的不理解 当时的份工虽然不是很高 但也属实来说 找到钱也有收黑钱 此次来做采购 有很多回勇会连累 会给你 当时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挣扎 就是要放下世界术 给我吸引 当然家人就觉得 算是算是算是很迷 有钱也不去找 甚至我旁边的街坊都跟我妈说 你儿子做的游泳位来的 正在发生 为什么回教会 做传职 我妈甚至跟家人 一个很庞大的逼迫感 当时我自己回去 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吐告 亦不断升起 这么多领袖的生命见证 尤其是传威 因为实际上我接触他多 我才发觉他本身 都有个不差的背景 加上当时 以当时八七八八年 他拥有的学历 其实他都可以做一份好的工作 但我见这个人 都放下他自己 能够去 有机会晋升的机会 有机会去做一些 不是太低的职位的机会 但竟然他都可以说 走去施奉神 这是我一个最大的勉励 一个最大的鼓励 当时我问自己 我为了什么呢 人生是不是真的 真的找到钱就开心呢 但是这个 当我自己反复才能够明白 然后是奉神 才能够去看真正的民族 而实际上 可能你不知道 我自己内心很有趣的感觉 当年我回到本省围 我搬每张椅子都很开心 我不知为什么 一份喜悦 帮我搬每张椅子 也有一份喜乐在里面 甚至早年帮忙去农心路 都会吸尘洗洗厕所 会否甚至我和韦德人洗过 那时候出名 有人洗过 每天洗的时候 都自己洗得很开心 能够洗得很干净 顶尖尾道 不会见到这个厕所 不敢坐 甚至觉得回到教会当中 都能够有份舒适感觉 而默默地付出 但每天我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却感受到一份 很超然的平安和宁静 感谢观看